那为什么香港现在还没有抬上来 我说他哪边不租 还有今天我们看到也有很多评论 讲新加坡 你觉得新加坡等前天来他们很开心吗 他们也担心会随着大笔资金的进入 中国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增加 新加坡也不愿意是吗 不会啊 有钱进来 他已经高兴得要死 讲那个话都假的啦 当西方媒体说的啦 哎呀 西方的讲到酸话 新加坡也偷偷在那边赚钱 开玩笑 对不对 全世界要掉钱 只好以后不是找伦敦 就找新加坡了嘛 这个很清楚的事情 那再来找香港了嘛 一估大概这段时间 新加坡跟香港的这种存款 大概至少增加了10% 对看到这个2000亿 2000亿从美国跟瑞士大撤退啊 一定不止这个数字 还不止 绝对不止这个数字 所以就是真的是躺着睁着眼睛 就看到这个钱哗啦哗啦的进来 对啊 我很多那个朋友在当财务管理的 这种大主管呢 他每天都接电话 要接到手轮 哎呀那边哦 这个香港的钱还不可以进去啊 对 已经要排队进去了啊 因为香港要审查 你的钱是不是黑钱啊 对 你的钱是不是走私的啊 新加坡也在查 新加坡也在查 对啊 对啊 对香港新加坡这方面查得很严啊 而且香港新加坡是高度保障 存款人安全的 所以他们经过了一个过滤 未来不会像瑞士吗 因为瑞士根本不查 他就是来着都收嘛 对不对 对 瑞士也有查啦 没有像这么严格啦 没有这么严格啦 所以也就是说这个香港跟瑞士 我问一下百分之百安全 我以为你钱有在那吗 没有 我没那么多钱 我钱都在台湾 你在台湾 对我以台湾共存亡 所以香港瑞士 百分之百安全 不会没收大家的钱 没有错 因为过去有几波记录 对 包括那个美国要求香港新加坡 交出那个逃税名单 他们拒绝啊 他就跟你糊弄了老半天 美国也成性而来 败性而为去啊 这第一波 那第二波呢 俄乌战争要他制裁 他们两个都装作没看到啊 对不对 为什么 他很清楚啊 我今天制裁韩冰啊 然后凯翔没有关系 他们一看到他就把他跑了 我就问一下 现在问一下委员好吧 委员财经专家 新加坡跟香港 现在变成两个大篮子了吗 超级大篮子 对 因为现在所有的这个大笔的资金 富豪的一些资金啊 不能讲出来的资金 都从美国还有从瑞士大撤退 之前不是发生了这个 一大堆的这个银行的问题 瑞士信贷的问题吗 新加坡 香港 两个大篮子 躺着等钱进来是吗 一方面几乎所有的 华裔的富豪的钱 本来在瑞士 在美国很多 现在都怕到了 大幅撤退 那撤退都到新加坡跟香港为主 还有呢 什么泰国王室 我会公开讲没有关系 中东的王室 皇室贵族的钱 也就大举的往新加坡跟香港 那就搞出一个很有趣的 他们的理由是什么 因为新加坡的新展银行是公股银行 很多人不晓得 新展银行新加坡最大的银行是公股银行 香港最大的银行现在几乎都是中资银行 所以变成什么 一个很荒唐的地方 很少人知道新加坡是社会主义国家 为什么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是个社会主义政党 他们强调公股银行什么都是公家的 连航空公司都公家的 所以你可以知道说 现在搞这个很好笑的事情 资本主义世界的富豪 拼命跑去社会主义的银行里面接受保护 为什么 因为他发现社会主义银行 从来不会没收人家的财产 那也是真的 所以我跟很多的大陆朋友说 这个时候好好趁这个机会把香港扶上来 香港的外汇结算中心 现在世界上排第四的 这样不好 一定要把它扶在第三第二这种地位的话 那人民币要称为重要结算 这不是问题了 那莫斯科的结算还是规模很小 那你在海外人民币也好 外汇交换也好 香港现在占全世界大概7%吧 伦敦38% 纽约19% 所以你要把香港抬上来 保证人民币打遍天下无敌手 3月6号 羞腾腾的俄罗斯生意人报道 从莫斯科交易所的数据来看 今年2月份 今年2月份最新的数字 人民币有史以来超越了美元 有没有在这里 有资料有所本 不是凭空捏造 我就跟你讲 不要急 在这个moment 在这个地方 确实是如此 它就是一个破口 一个背景 当然它有这个时代的背景 有新闻的背景 但确实发生了 过去没有发生 现在发生了 不是吗 在这里 这是一个刚开始 所以我们没有讲错 节目要看完 这个交易所 排名第一的货币 成为交易所 本来排名第一的美元 现在就几下宝座了 几下宝座 所以我问一下这个韩冰 我们看到这个去美元 这个人民币超越 人民币结算 或本币结算 有些不只是用人民币 像这个印度 也要用他们的本币 这个题我们已经讨论了很多 但在这一次 这个习普会面之后 签下了这些声明 发表了声明之后 这个速度是不是会再加速 你怎么看待 人民币结算跟去美元 因为过去是 大家全世界都有美元主导 那这些国家虽然不是非常情愿 但是也被迫使用美元 那使用美元也有好处 就是因为它很稳定 可是最近新冠疫情这两年 美国不断的QE之后 已经把整个世界金融秩序搞得大乱 那我再用你这个 第一个很危险 那第二个 你美国现在一直利用 你美元的优势不断在制裁我们 我们有机会脱离 当然你就脱离了 那对俄罗斯跟中国来讲 本来他们的进程不至于这么快 但现在你美国逼着他们 加速地往这个方向走 那他们当然现在自己能 两国之间互相交易 我们就开始用人民币结算 或是用本币结算 那接下来 这边俄国跟中国大陆 一旦进展顺利之后 它马上会扩展到金钻国家 那甚至把印度 甚至中东这些国家 都会南跨进来 那慢慢慢慢的 就会往向美元脱钩进一大步 所以我觉得这是中国大陆 一个长远的计划 当然这只是一个开端而已 只是他们也知道 这个长远计划 不是那么好执行 所以他们定下来的期限是 2030年 那要怎么样确保这个计划执行 显然 因为习近平这次有讲一个很重要 他说我知道你明年要竞选总统 对 没错 所以他们两个正在互相齐取 2030年他们两个还是老大 你知道就这个意思 才能够确保这一次 他们两个共同声明 能够获得彻底实践 所以我觉得如果这个整个态势没有变的话 未来这七年显然是一个美元脱钩潮会出现 也就是大家会快速往这边移动 因为现在不是只有中国大陆跟俄罗斯 或者金砖国家想要脱离 欧盟其实也很想脱离 因为欧盟也快要受不了 他们这一波也被美国脱得很惨 所以我个人认为 可能一个后美元化时代 也就是一个国际货币多元化时代 真的已经快要来临 对这个人民币结算 本币结算 其中这个重中之重 当然是这个能源 它的金额都很大 我让凯翔这个讲一下 俄罗斯遭到西方制裁之后 两国贸易额 当然第一个就创下历史记录 中国现在被靠背 关系不封顶 能源部分 俄罗斯现在超越了沙国 成为中国最大的石油供应商 最大的 但当然俄罗斯是降价求售了 现在这个很多人跟他买 印度之前就买了好多 对不对 然后这个德国民进周刊 就开个玩笑吗 俄国成为中国的折扣加油站 大家去加油的时候 找哪里有折扣 折扣就在这里 整个俄罗斯都是中国大陆的折扣 其实刚刚旁边一哥讲的 是一个近期的状况 但其实从长期的状况来讲的话 现在很多其实 这个国际经济的理论 或是政治的理论专家 都在讲说 其实这个世界即将又要脱离 美国单极霸权的那个时代 他可能又要回到一个 多极的时代里面去了 那美国之所以 有这样的单极霸权 他来自哪两个 就两个支柱 一个就是美元 一个就是美军 全世界驻扎的美军 提供了美国 对很多国家政府的实质影响力 然后影响他政治的权力 影响他整个国家的实力 然后这样子 对政治的影响力 就迫使这些国家 在金融上面 必须要使用美元 不管用美元结算 或使用美元来进行贸易 然后美元从中获得的经济利益 再去供养美国 去在全世界部署 这么多的美军 它是一个循环 它是一个循环 让美国能够控制全世界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美国当然从中得到实质利益 但是很多国家 并没有得到利益 包括政治上面 我不想要再用美元结算了 因为我的经济利益 可能受制于其他国家 又或是我不想 给美军驻军了 这些事情都是 都是环环相扣的 那这样子的一个单极霸权 现在逐渐的 因为人民币的崛起 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就像刚刚韩斌哥讲的 也许他们原本的进程 没有这么快 但是呢 在这个俄罗斯 这个乌克兰战争之后 大家看到的是什么 更多国家看到的是 不管俄罗斯怎么样 就是反过来 这是从反西方的观点 俄罗斯怎么样 想要融入西方世界 但当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 跟你翻脸的时候 你的所有的 所有的什么瑞士银行 什么什么之类的 也都不算了 这要没收你资产 其实最近在网路上 我看到一个段子 蛮有意思的 就是普丁在2019年的时候 曾经接受过英国金融时报的专访 然后就有记者问他说 那时候才2019年 就问他说 你跟中国这么好 一天到晚在中国这边压宝 你有沒有担心自己 把鸡蛋都放在中国 这个篮子里面 然后普丁就回他说 可是西方世界 没有给我任何篮子 没有给我很多篮子 来放鸡蛋 对这是确实没错的 而且在战争爆发之后 原本放在那个篮子里面 少了鸡蛋 就直接给你收走了 收走了 然后现在 我看到这个 有很多朋友 在隐身这个段子 就想说 现在你跟中国大陆做生意 把鸡蛋放在中国 这个篮子里面 有机会鸡蛋敷小鸡出来 鸡蛋会长大 但是你放在美元这里的话 就像丢进沙盒里面 出来之后变什么不知道 刚好凯翔讲到了重点 我觉得这个篮子梗 好有意思 我都没看到 海黄鲍鱼干杯XO酱 里面有严选新鲜的 顶级海鲜 跟蜜质的独家配方 还有富含胶原蛋白 还有年多糖 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质鲜嫩 EPA跟DHA的含量 更是丰富 现在购买还有优惠 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ZPI714 享有折扣哦